九派新闻 河南新乡 2005-2006年间 商丘发生三起 三人焚尸至三人死亡 张学忠以涉嫌 故意杀人被刑拘 2013年11月 商丘中院第三次做出判决 以抢劫罪 盗窃罪 判处张学忠死刑 缓刑两年执行 并限制其减刑 张学忠随后被送至河南省 第二监狱服刑 2022年8月初 死了三个人 怎么没有判杀人这个罪呢 就是盗窃罪抢劫罪 2002年8月初 张学忠确认患一线癌晚期 鉴于监狱治疗条件有效 有限 家属多次申请保外就医 院方均未批准 2022年12月 张学忠在监狱里去世 遗体被送往新乡市殡仪馆 张学忠家属认为 不能排除他在复兴期间 遭受忍时休息 劳动和管教等方面的虐待 是其患病的原因 且患病期间没有得到 及时合理的医疗救治 监狱带于履行医疗保健义务 是导致张学忠死亡的关键原因 张学忠的家属申请700余万元国家赔偿 河南省第二监狱 5月16日做出不赔偿决定 因为张学忠不存在 遭受殴打虐待的情形 其患病期间 监狱给予及时医疗救治 张学忠因病正常死亡 其死亡与监狱的监管 行为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评论 奇怪 当初杀了三个人 怎么是个死缓 评论 癌症是老天爷给他的报应而已 评论 这样的家人和这个死刑犯 是一求之喝 哎呀 这样说话有点难听啊 朋友啊 为自己争权益而已 何必给他一个大棒 加持 没必要 评论 三次杀人分尸 居然判的是个死缓 不知道这个法官是怎么判的 当初毕了就不用换 来去离世了 所以建议这个家属向这个法官索赔 评论 当时就应该被判死刑 就没这破事 你看 第八 郭威 也已经翻到了一些个情况和资料 啊 第八呀 犯了犯记录 原来当时律师让嫌疑人用他女儿发毒誓 结果嫌疑人毫不犹豫的发了 律师们就觉得有冤情 原文如下 李长青律师让嫌疑犯发誓 他毫不犹豫发了毒誓 郑士堡教授称 被告人发毒誓以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行为 实际上和西方国家的证人出庭 宣誓是殊途同归 道理相同 在当今的社会 儿女是父母的最爱 拿儿女发誓 发誓的分量最为沉重 离谱不离谱 在讲究证据的当下 或许有些案件实在是无法最终定性的证据 但上面那些个操作 除了荒唐还有啥 据了解 不好意思啊 太不压了 把生活习惯带上来 据了解 2005年至2006年 商丘地区 就是因为这个实施抢劫杀人 至今已经被刑事拘留了16年 然后商丘中院一审是死刑 但是被高院驳回 李长青律师会见后啊 抱头痛哭啊 否认他就是 是个杀人犯 理由就是拿儿女发毒诗了 这个按键好像里面有点事是吧 这个啥事